江山是一个传奇女人 在90年代时 她是女明星里无可取代的一级流量巨星 那时候走在小区楼道 几乎每家都能传出播放着过把瘾的声音 整个城市都贴满了江山的海报 那个时候还流传过一句话 没有女人没剪过肚眉头 没有男的没暗谅过江山 她应该是最早一批的文艺女神 是很多人心中的小山口百会 可她却在最当红的时候赏婚 在事业巅峰期去了美国 出道30年来 我们在屏幕上能见到她的机会越来越少 不过在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罚罪》当中 尽管现在的她已经50多岁 可脸部线条却一点没垮 更在剧中贡献了一段 堪称教科书级别的枯戏 可就是这样一个风情女人 情史却不是一般的坎坷 她曾四度爱上硬汉 和王志文有过一段不可不说的情愫 和高曙光闪昏闪离 和近东一难平 只是在近东之后 她就和女儿一起移居去了国外 之后不管是感情还是事业 一直都很低调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她和现任的新丈夫又相处得如何呢 圈里人都知道 江山的演技是天生的 老戏古和冰是她中央戏剧学院的同班同学 她记得特别清楚 上学的时候排练表演作业 和冰点灯熬游写本子 而江山在外面玩 临交作业的时候找到了和冰 央求要一起合作 结果 上台表演完 老师一甩的都夸江山演得好 把我们气得有 如果非要从环境上找到天赋的来源 江山的父母 最早都在部队的文工团唱歌剧 后来父亲改行 成了一名话剧导演 又做了十年的舞台监督 母亲也成了话剧演员 小时候 江山经常跟着父母一起进剧场 从后台到化妆间 父母上台表演 他就站在侧幕条边看着 不过在此之前 江山一直都在姥姥家长大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甚至都不知道有爸爸妈妈的存在 三岁那年第一次见到妈妈 江山怯生生地叫了声姐姐 妈妈问他叫我什么 江山又疑问地叫了一声阿姨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江山的妈妈说 叫我一声阿姨 我已经很知足了 毕竟分开那么长时间了 也许正是因为小时候的经历 促成了日后江山患得患失的性格 从而影响到了感情上的选择 从那以后 江山的父母便一直将他带在身边 有了爸爸妈妈的疼爱 江山彻底放飞了自我 他疯得像个男孩一样 向往自由 一点也不安分 也正因他奔放的性格 让他对柔弱的鲜肉型男生提不起兴趣 而是偏爱硬汉型的男生 其实一开始 江山对拍戏并不感兴趣 而是想考外语学院 以后去国外发展做一个翻译家 因为当时父亲的单位有便利条件 每两个礼拜 都能看几部英文的内部参考片 资料片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出落得越来越漂亮 身边经常有人开玩笑说 你应该去做电影明星 长得也太好看了 好巧不巧的是 上初中的时候 江山因为一副好嗓子 被选入了中国少年合唱团 一唱就是三年 这三年来 江山到处演出 终于体会到了父母的感觉 算是彻底对外语失去了兴趣 不过在他的内心里 还是对国外留下了一个向往 不然日后也不会把女儿送去了国外 二十岁这年 江山靠着出众的外表 和多年的表演经验 顺利地考入了中系八十七级表演班 八十七班是个明星班 陈小义 胡军 徐帆 都是江山的同学 各个都是未来圈里影后影帝级别的人物 当时 王志文是他们的老师 那时候 他经常穿着大风衣 顶着一头大波浪 整天骑着自行车 在校园里风驰电掣的 迷倒了一大批女学生 当时徐帆为了追求王志文 尽显自己贤亲良母的天分 每天按时给王志文做饭洗衣 非常贤惠 没过多久 他就搬到了王老师的出租屋 两个人过起了同居生活 不过那时候 王志文年少成名 十分清高 为了避嫌 他从没给过徐帆任何资源 徐帆好不容易靠自己 才拿到了大太监李连英中真非一绝 结果 却被男友误会来路不正 将他的铺盖卷 行李箱 一股脑全从出租屋里扔了出来 此时的王志文还不知道 未来 自己还会和班上的另一位女学生 纠缠不清 跟徐帆的费尽心思不同 班上第一个走红的女生 是陈小义 那个时候 他拍的一集电视剧五十块 一个MV能赚好几百 俨然是班上的小富婆 之前风风火火的江山 到了他们当中 倒是显得中规中矩 名利心并不强 如果不是北京人意 突然看中了他 邀请他去演话剧北京人 估计他早就改行了 其实在事业上 江山一直以来都十分随性 毕业后 北京人意朝他抛来了橄榄枝 他却因为不自由 拒绝了这个人人都想挤进去的好单位 没过多久 他看上了一家唱片公司 对面老总跟他百般保证 自己一定会把他捧成像邓立军那样的个性 结果还没等着出道 江山就主动退出了这家公司 原因竟是因为公司给他取的一名太难听了 兜兜转转 他最终又回到了仁义 成为一名话剧演员 1993年 王志文主动向导演赵宝刚推荐了江山 在他心里 江山就是过把影中杜梅的最佳人选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 但从戏里到戏外 这个影让人难以自拔 这部电视剧虽然只有八集 但却是九十年代初最火爆的电视剧 是国内第一部热播的偶像剧 江山和王志文因此双双走红 没过多久 两个人又合作出演了一个MV 再过把影 发行量超过了四十万张 而原本由纳英和刘欢演唱的主题曲 只卖出了几万盘 主持人李静还记得 自己出道央视时 正赶上东方时空做歌手的栏目 当时出现的都是像纳英 井冈山 图鸿刚这样的专业歌手 然后就是江山的名字 在那个年代 江山是演员中第一个签了唱片公司的 王志文和江山 一个风流倾傲 一个美艳绝伦 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们真的是一对夫妻 然而 两人的绯闻炒作了一段时间后 却慢慢地归于沉寂 直至多年后 江山才在访谈中说 和王志文确实相处了一段时间 但很快就发现 两人的性格都很火爆 压根不适合在一起 最终决定做回朋友 直到现在 他们依然是好朋友 也合作了很多作品 过把瘾之后 江山并没有趁热打铁 反而回到了唱片节 发行了歌曲《梦里水香》 又小火了一把 这首歌直到现在 还是很多80后的KTVB点歌曲 由此可见 江山在当时的影响有多深 从1995年开始 江山推掉了很多片约 沉迷在音乐当中 他对自己的评价是 事业上的辉煌 从来不是我的追求目标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太够个性 外界对他的评价一如既往的好 夸他除了能演还能唱 1993年 是江山最当红的时候 17岁的靳东和29岁的高曙光 在同一部戏中扮演了同一个人 靳东在东方商人中 扮演了少年高显阳 高曙光在剧中扮演了 长大成人的高显阳 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未来几年后 他们还会爱上同一个女人 倒是因为这部戏 让靳东先爱上了表演 1997年 江山在拍摄《我想有个家》时 和高曙光阴系生情 都说女强男弱的感情走不了多久 可江山偏不信邪 电视剧刚拍摄完 他们就闪婚了 当时江山才28岁 高曙光31岁 满打满算 两个人才交往了三个月 年轻人的冲动 引来了家长的不理解 江山的家庭事业都在北京 而高曙光的事业在上海 对女人来说 爱人在哪里 家就在哪里 1997年年底 她不顾一切离开北京 来到了高曙光所在的上海团聚 婚后第二年 江山生下来女儿高一新 一新合在一起 就是恋 对当时的她们来说 女儿不仅是她们爱情的结晶 更是她们一心相许 真心相恋最好的结果 可是女儿的到来 也让婚姻最坏的面目 暴露在两个人面前 这让两个向往自由的人 慢慢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此时 23岁的靳东 在前辈月红的建议下 准备报考中系 结果却因为年龄太大 遭到了拒绝 为此 靳东直接闯进了老师的办公室 为自己争取来了面试的机会 此时距离她和江山相遇 还有七年的时间 2003年 江山和高曙光决定放手给对方自由 毕竟在将就下去 他们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差 时间久了 还可能会影响女儿的成长 回归单身之后 江山把女儿送到美国旧金山读书 然后和高曙光分别在事业上 迎来了一个小高峰 几年的时间里 江山连续拍摄了《征服》 《大宅门2》《永不放弃》等作品 名气和演技一直位列在一线 39岁时 江山主演电视剧《悲情母子》 这部剧虽然没能大火 却对她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此时 她终于遇到了小师弟 近东 在剧中他们扮演了一对母子 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可是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却谈起了恋爱 而此时的近东 才刚刚30岁 9岁的年龄差距 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而江山 还带着一个将近10岁的女儿 他们的结合 引起了外界所有人的质疑 但他们似乎却乐在其中 江山并没有在意外界的看法 勇敢地和近东在一起 近东也不顾外界说的 他想要上位的言论 虽然年轻 但他却很懂得体贴江山 一直把他当成小女孩一样照顾 相恋五年的时间里 他们克服了一切外界的阻力 甚至连家里都做好了工作 一度谈婚论嫁 可对江山来说 他的家人不止父母 女儿的意见也必须要尊重 因为那时候的江山 一心想要到美国去 他想把一切都打点好 让近东也跟他一起走 他们一家三口 在国外一起幸福地生活 可是当江山询问起女儿 你近叔叔怎么样时 高一心却非常抗拒 无论如何也不同意 妈妈跟他在一起 更是放出狠话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眼看女儿反应如此强烈 江山也毫无办法 为了女儿 妈妈可以放弃一切 包括爱情 就这样 江山含泪和近东分手 带着女儿移居美国生活 和近东分手后 江山的感情一直处于空白期 他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事业和女儿身上 带一个单亲妈妈 在异国他乡 母女俩的开销 一直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因此 他一直保持着 一年一部戏的频率来回跑 江山曾说 自己不喜欢颠沛流离的生活 但为了女儿 他还是尽量在回来的时间 多上综艺 多上节目 他曾说过 希望能在美国终老 到了2014年 江山再次传出恋情 他恋上了小15岁的男演员 张伯 张伯也是一个硬汉型男人 长得很正气 曾出演过《三国中的孙权》 在圈内也小有名气 在记者拍摄的照片当中 两个人穿着随意 取指亲密 还一起逛了超市 俨然是一对甜蜜的恋人 可事后两人却表示 因为他们是校友 又是同一家公司的一人 所以关系才比较亲近 也许是因为上一段 姐弟恋的影响 江山不想再让女儿难过 所以没过多久 这段恋情就不了了之了 2018年 在综艺跨界歌王上 江山曝光了自己的秘密男友 没有你和女儿的支持 我不会有这么大的勇气 谢谢你 我的爱人 一时间 几乎所有人都在猜测 他口中的爱人是谁 后来大家通过他的微博互动 才得知 对方也是圈中演员 名叫田小杰 田小杰也是演员 他是中戏99表演戏大专版 和陈述 于小伟 于震等人都是同学 曾参演过黎明之前 饰演李柏涵 乱世三亿 饰演大哥 索志亿 雪中汗刀行 饰演魏淑阳 跟高曙光 晋东 张伯三人类似 他也是一位硬汉型的男人 和江山一样 他也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一开始面对田小杰的追求 江山还有些犹豫 可因为一次意外 江山的父亲突然重病住院 远在外地拍戏的江山赶不过来 田小杰二话不说 在医院一不解代地照顾 最终让老人转危为安 慢慢地 两颗心越走越近 刚开始恋爱那几年 两人十分低调 几乎从未在外界 暴露过这段关系 不过从曝光之后 从他们相互亲密的 拟称中可以感受到 这段感情有多么的甜蜜 最重要的是 这段感情不光获得了 网友们的祝福 还得到了女儿高一新的赞同 这也是他们能够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吧 如今翻看江山的社交账号 她所晒出的照片中 几乎看不到岁月的痕迹 神态温柔又宁静 也许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